大家好 欢迎收听网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节又回来想和大家说说关于美国的话题 昨天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Christopher Ray 在国会上大肆批评中国政府背后养住了大批黑客 而中国政府养住这批黑客的数量 是远远超过美国FBI的安全人员达到50倍 更说现在美国是面对着开国以来最严重的安全危机 那为什么他会大胆说成这样呢? 他说的有没有根据呢? 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订阅就订阅我们三个频道 这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Christopher Ray 他这样说 而且还在国会听证会的时候这样说 而这个听证会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活款方面做听证 他是这样说的 中国的网络黑客 你世界任何国家都要庞大 中国从美国在个人甚至公司里面摄取的数据量 简直超乎其他所有国家从美国摄取的总和 他更加强调中国的网络安全威胁 比起其他国家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 哇!这个人说到这些说话 说到这么夸张的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希望国会尽快提供撥款给美国联邦调查局的 如果我们能够看回他过往的历史 他每次说到关于来自中国的威胁 往往都是说得非常夸张的 但是在现实上 美国的黑客我认为是厉害很多的 正因为美国的局长说出了这么无知 而且夸张失实的说话 也有记者拿到去跟中方做一次访问 有记者就向中国外交部提问 究竟中国是不是有大量的黑客 而且黑客的数量还要比美国高出50倍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慕玲就这样回答这名记者 在网络涉物方面恐怕美国是没办法被超越的 我们刚刚看过德国媒体的报导 美国有情报人员监听今年2月在柏林举行的 中德国防部工作对话 没错 美国的确实实在在监控世界上不同的国家 包括美国身边的盟国 连盟友都看得这么实 可想而知 美国的监控技术 甚至乎黑客的技术 都是世界首屈一指 但是一个世界首屈一指 监控他国 而且正于黑客工作的一个国家 但就直指 中国在这方面非常之厉害 明显的就是他将说话倒转来说 我相信中国 拍马都没办法追得上美国的黑客技术 而且美国在过往以来 也有大量实例 也遗显到 美国在黑客方面的功夫 才是全球最厉害的 我们可以看看过往的历史 在2009年的时候 美国政府和以色列政府合作开发一个电脑病毒 这个电脑病毒叫做Stuxnet Stuxnet是专门针对伊朗核设施的一种电脑病毒 只在破坏伊朗的核设施 和从而阻止伊朗发展他们的核武器 Stuxnet 这个病毒就靠感染到伊朗的核设施内的控制系统 从而令到设施内的核离心机受到影响 第二就成功达到破坏伊朗核设施的目的 能够可以开发一个病毒 而且还要成功破坏另一个国家的核设施 一般来说 这些核设施不会上网的 不会跟网线联系在一起 连这样脱离了网络的一些系统 他们也有办法封入 可相言之 美国的技术是多么厉害呢? 再早点也有 在2001年的时候 美国国家安全局 就创立了一个叫做Equation Group的组织 这个叫做Equation Group的组织 就被认为在世界上最先进的网络间谍团 Equation Group 运行多个高度复杂的攻击活档 当中更加涉及很多国家 主要就是针对政府的机构 电讯公司 甚至乎是核能研究机构 更加曾经成功入侵过一些军事机构 以及金融机构 而这个组织更加被认为 就是创造Stuxnet和Flame等等 世界知名的电脑病毒的创造组织 据说Equation Group 自2001年开始活跃 而最后一次的记录 就在2013年 现在这个群织还存在呢? 现在就没有消息 在2017年 维基解密曾经公开了一系列文件 披露了中央情报局的网络攻击和监控能力 根据这些文件 中央情报局拥有大量的网络武器和工具 可以用于攻击战能手机、电脑 以及连接到网络的设备 意思就是 只要你的设备是需要连接到网上的话 那他们也有办法可以入侵到你的 这些攻击的工具 令到美国政府能够在摄取数据和操控目标 都可以说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 要他这样操控的 如果这个连网的设备是有小麦 又或者有摄像镜头的话 更加可以透过这个叫Valve 7的系统 来到去作遥远控制 接着我想说的就是零镜计划 PRISM 零镜计划是美国政府的一个监视计划 是由NSA和英国的政府通讯部 是共同执行的 这么厉害的 设计这个计划就是通过合作主要的科技公司 例如Google Facebook 苹果 微软等等 零镜计划可以和这些有合作的公司中 收集大量互联网上的数据 包括电子邮件 聊天记录 语音通话等等 以及视频对话 甚至乎 社交网络的活动 零镜计划在2013年 就被斯洛登所揭露 从而也引起全球对斯隐权 以及政府监控的担忧 但是 都是仅此于担忧而言 零镜计划有没有结束呢 我就不认为 就这么容易结束 只不过 就没有再将计划的消息洩漏过任何一点风声 如果不是斯洛登自己爆向口 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计划存在 他们可以全球这样监控你在Google Facebook 苹果手机 甚至乎微软系统里面所用到的东西 假设你有用到微软的电子邮件的服务 又或者其他Office软件的服务 你用Facebook、上网、写文章、拍视频 发布一些视频 以及和其他用户、私人聊天的对话 你们一一都会被美国政府所掌握的 当然我们一般人做交流的 你不是用来做一些犯法的事 照计就对这个零镜计划来说 就没什么价值 当然这个零镜计划也是为了要防范 会影响到国家安全 所以才创立 但是当中也突显到一个问题 就是每个人的私人问题 我们使用Facebook 使用Google 都是因为相信这些大企业 它不会把大家的私人讯息泄漏出去 但是自从零镜计划被爆出之后 原来这些所谓的私人讯息 在美国政府之下 都只不过是公开信息 有另一单 又是美国的安全部门所炮制的就是 有一个叫WannaCry的电脑病毒 WannaCry这个电脑病毒 在2017年是非常流行的 能够成功在全球范围之内 攻击几十万台电脑 但是WannaCry是一个勒索软件 虽然有消息说 美国政府是没有直接参与 使用WannaCry来进行攻击 但是WannaCry这个勒索软件 就利用了NSA曾经开发一个名为 Eternal Blue的流动工具 在2017年 有一个名为The Shadow Broker的黑客组织 就是将Eternal Blue泄漏到互联网上面 从而使得WannaCry这些勒索软件 能够利用当中的流动 进行大规模的攻击 接着还有另一单 就是Nitro-Zisas Nitro-Zisas是一个网络攻击计划 是美国政府为了应对伊朗 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 而开发的一个高度机密的网络战计划 这个计划指在破坏伊朗的基础设施 包括电力网络、交通系统以及金融机构 据报道Nitro-Zisas 规模和它的复杂性 是远远超过我一开始 先前所提及到的Stuxnet 不过有人就说 这个计划 从未被实际执行过 虽然有这样的报导 但大家又信不信 是否真的没有执行过呢? 不过无论如何 当中Nitro-Zisas的规模 亦都突显到 美国政府在网战里的强大能力 我刚才所提及的那几个 一些网络攻击计划 和一些病毒软件的制作 都只不过是美国政府有参与过 或者甚至乎主导过的 是黑客攻击 实际上 是存在更多更多的案例 亦都在全球网络空间上 日益竞争激励的背景下而出现 各国政府也都积极发展 他们的网络攻击和防御能力 以保护国家利益 和可能潜在的威胁 现在 那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Christopher Way 在国会说的 那么夸张失实的说话 我相信目的就是希望 能够从国会拿更多的拨款回来 如果不讲得激烈一点 不讲得夸张一点 又怎能够拿大够一点的钱呢 这些钱就会是用在 创造类似这些 我刚才所提及的计划 这些计划全部都是为了 攻击其他国家的系统 破坏其他国家而创造的计划 可以见到 这个世界有哪个国家 能够超越到美国的黑客力量呢 我看就真的没什么可能了 但是 你看到的就是 就算一个世界顶尖的黑客国家也好 他们都会表现得好像异常谦卑一样 我们比中国的网络安全人员更少于50倍 你信不信呢 就算这件事是真的 美国的网络安全人员的能力是多么高呢 中国多人50倍 都没有美国的网络攻击力量 这么厉害 对不对 还有我刚才所提及的那些计划 只是冰山一角 当中有更多比较小的计划 我都还没提出来 提出来的话 真是吓死人了 提出来的话 我看怕要多说一个小时才能说完 不过现在英语世界的国家已经是向中国义务反顾地发出政治上的竞争 现在一名局长说这些话 其实也符合美国目前反中国的主流声音 连在远至英国的情报机构都说 中国的目标是在网络空间世界上全球技术霸权 并正是利用他们的网络能力展开情报和监视活动 英国还对中国的技术可能对网络安全所产生的影响 是有合理的担忧 有没有合理的担忧 我认为这些担忧的合理之处就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从他们自己的政府里面取得更多的拨款 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合理担忧 如果没有担忧的话那就没有拨款 没有拨款那你的部门就会萎缩了 说到底为了拗钱而去说一些这么夸张的说话 而在最近美国一则涉物的事件当中就泄露到 美国连他们的盟友都会偷听 那他们的盟友会怎么想呢 一般来说都是好像韩国一样 韩国那边怎么说呢 当制度美国政府有人会监听监视韩国政府的人的时候 韩国政府的回应就是我们是盟友来的 我们相信他们给他们看不怕的 是这样回应的 那其他国家就算说不出口这些这么微爱的说话 但是实际上就是引起吞声 鼓一声吞了它 就是继续被美国看着 所以做美国的盟国有什么好处呢 好了今集就说到这里为止 下集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 我现在来帮忙一下 我来说 这一条正在 我来说 我来说 那些人 在这些人 我来说